大巴体育 可以在此之前轻松处理 据消息人士透露 大都会队已经收到 很多关于他的可用性的电话 但他们正在告诉感兴趣的追求者 他将需要前十名的前景 可能不止一个会来会来的地方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拥有一个稳固的轮换选项 可以在一个薄弱的市场中 达到顶级投手 如果没有那么多 你可能会要求一堆 因为下赛季你也可以控制球队 惠勒周六说道 我不是一个精英人士 但我现在对于那里的人来说还不错 这位28岁的惠勒 将在7月31日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园对正海 道队的比赛中获得球权 交易仍然可以在8月份进行 但是由于球员必须走先放弃豁免 所以他们变得更加困难 乍一看惠勒的4-6记录 以4.33时代不齐远 但他是他最近的改善 和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商品 过去两个月 惠勒已经投到3.54时代 当他维持在97 他的快球速度 持续热到游戏深处 他代表了惠勒 从2013年进入各大联盟以来 最持久的一段时间 其职业生涯因受伤 而被拖延了21-2年 他是一个很难取代的人 经理密就卡拉威说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他们交易他 他真的值得 我认为他们会在这方面做正确的事情 从大都会队的角度来看 如果会了不是球队的一员 那么进入2019赛季进行投球 并尝试争夺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 大都会对需要让他们的位置球员 变得更年轻 更有运动能力 而会了是组织中为数不多的 能够通过交易 带来这些作品的球员之一 贾克布德格罗姆的诺厄辛迪尔加德 都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大都会必须接受的前景 使得投手不大可能被处理 史蒂文·马斯被设为另一项需要在交易中获得丰厚回报的资产 显然我宁愿留在这里 但这是一项业务 惠勒说 我想在这里 但你并不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在过去的一周里 惠勒看了杰里斯法尼利亚和阿斯德 卢瓦尔卡布雷拉 他们两人在赛系结束后 都将前往自由球员 分别参加田径和费城人队的交易 福伊勒的离职对于惠勒来说 尤其难以吸收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路和福美来一起出现了 所以就很难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真正的真人 惠勒说 当他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 他实际上是关心你的一天如何 所以很难失去这样的人 马车福我认为 我们的大联盟球队确实做了很多 他也是一个好人 惠勒坚持认为他并没有 停下来考虑 他可能会在周日的大都会队比赛中 最后一次投球 在2015年 他几乎被交易了两次 但幸寸了两次恐慌 在与酿酒商的虚假交易 以及维尔莫弗洛雷斯 由于对卡洛斯哥迈斯的医疗问题的担忧 而被凿成后 惠勒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与捷克布鲁斯的红针的潜在交易中 当时 正在从唐米约翰手术中 看复的惠勒 打电话给总经理桑迪奥尔德森 并表示他希望继续留在该组织 这一次 惠勒说 他没有联系前台说要留下来 这可能是实现他的声音的产物 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关键时刻 可能不会有所作为 就目前而言 他很满足于留在大都会队 并试图恢复一支 可能有一个特殊的首发人化的球队 如果没有别的话 在2019年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很健康 当我们出去拿球时 很难击败我们 惠勒说 我们连续有四个球员没有让其他球队休息 所以对其他击球手来说总是很难 本文文原创文章 转载请祝您出处 出储rij噶 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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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出储 出储 出储